靈感枯竭的時候 江郎才靜的時候 我需要 需要有一點助力 幫助我提升創造力的時候 這個配方就可以幫助你 大家好 歡迎來到金耀姐妹說 我是Rio 我是Jen 今天呢 我們要來講一下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呢 就是比較常見的芳僚植物 就是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芳僚植物是蠻多的 對 可是呢 有一些呢 你知道它是植物的名字 可是呢 你卻不知道說 喔 它原來也有精油喔 也有 或者是 你知道了 平常它是這個名字 但在精油裡面 它又叫這個名字 所以你沒有辦法 把這兩個東西連搶在一起 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常見的植物 你可能不知道它是精油喔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 打驚豔一下 喔 原來原來 它也是這個植物 也是這個名字這樣子 第一個想必大家一定都知道的 就是 雞蛋花 欸 有去過東南亞吧 有 我有去過巴黎島 一堆就是這樣子 都可以別在這邊的雞蛋花 就是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就是你就會看路邊上 就有那種白花 然後中間有一個黃心的 那就是雞蛋花 就是很像就是 你知道煎蛋啊 然後外面是蛋白這樣子 對 外面蛋白 然後中間是蛋黃這樣子 那除了有白花的之外 也有紅花的 所以呢 就是 你看它長得像 就是紅花 黃心的話 它就叫做 棉枝花 那就叫做紅花棉枝 講到紅花棉枝 大家應該就知道了吧 對 因為在芳療裡面 它的名稱就叫做 紅花棉枝 這樣子 沒錯 那這種植物呢 它的所有的地方 包括什麼 花朵 花朵啊 葉片啊 樹皮啊 其實它都會流出一些 就是乳白色之意 那這些是有毒的 沒錯 所以呢 我去遛狗的時候都會小心 就是我們家的狗 不要去吃那種 吊在那裡 吊阿朵 那個雞當花在嘴邊 看起來很浪漫這樣子 然後就中毒了 那白色的棉枝花呢 基本上它是沒有香氣的 那只有紅花棉枝 它才會有一點點 微微的那種奶香奶香的味道 尤其是在晚上的時候 它會香氣就會稍微再更濃郁一點 所以呢 它又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 夜香花 這裡的夜香花跟夜來香 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紅花棉枝呢 它基本上是原產於中南美洲 中南美洲 中美洲 或者是說墨西哥等地這樣子 那後來呢 它就是 因為它蠻好種的 所以在熱帶 或是亞熱帶地區的話 就是逐漸散開來 主要呢 像是白色 我們看到的那個雞蛋花 它是觀賞在使用的 所以像台灣也有 我之前去台南的時候 我也有看到就是棉枝花這樣子 那紅花棉枝的話呢 它其實出了 就是它的香氣之外 它其實在藥用價值上面 也是有很高的價值 因為它的成分非常的豐富 像是裡面它會有那個 水洋酸變質跟 本甲酸變質 這兩種重要的化合物 那這些成分佔了它的很大一部分 所以能夠幫助療傷 放鬆肌肉減少靜軟 這些都是它的主要的作用之一 那除了它說的這些主要成分以外呢 紅花棉枝的微量成分 像是鐵餅唇啦肉桂拳啦 或是橙香唇等等 還有香豆素 這些呢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就是遠離病毒 或者是降血壓 或者是對於淋巴系統的一個循環 就是有很好的一個激勵作用 然後還可以什麼 舒緩中出神經 讓你鎮定放鬆 讓你吃得好睡得好 沒煩惱這樣子 那在香水界呢 就是紅花棉枝 就是一個常被拿來調香水的 因為它就有那種奶香奶香的味道 那這種奶香味 其實在其他的植物上面 是比較少出現的 所以大家就很喜歡把它拿去做調香 那就可以用來製作高級香水啊 然後可能一些保養品啊 化妝品等等 那它對肌膚也有回春的效果啊 但是我會覺得說 就是如果比起調香的話 它其實在肌膚上面比如說你要達到什麼抗老抗重那些 其實是有點難的 因為第一個是你在那個保養品裡面 你到底可以加多少濃度的精油 那它可能又只是站在精油裡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真正要對肌膚達到起作用的效果 我覺得是比較難 那所以呢 它在其實在香氣上面的效果 是比它的作用性還強的 應該這樣說 那紅花棉枝有一個比較 如果說要拿來調香的話 比較有一個重要的要注意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偏固體的 就是它是有點像是軟軟的 不太好調香 你要先稀釋過後再去把它跟你要就是融合 比如說什麼酒精或是植物油等等 才能再混在一起 它是油性還是水性啦 對 因為它不是很好調 所以必須要先 如果你覺得麻煩的話 就是先稀釋再做使用就好了 那今天呢我們也給大家一個就是紅花棉枝的配方 那我們給大家的是提升創造力 跟提升靈感的配方 就是當你就是靈感枯竭的時候 江朗才靜的時候 對啊 我需要 需要有一點助力幫助我提升我的創造力的時候 這個配方就可以幫助你 這個配方有紅花棉枝2滴 印度乳香2滴 甜橙3滴 克萊蒙橙3滴 那使用的方法呢 你可以把它混合在一起之後 拿來做擴向使用 或者是說我走到哪兒我都需要靈感 那我就把它變成滾珠使用 或者是你的基底可以變成是什麼 酒精就到處噴空間使用 這樣也可以 第二個呢我們要來介紹的是酒層大 大家一定會想說酒層大 酒層它也有精油 鹹酥雞 對啊 不就是在鹹酥雞裡面那些葉子嗎 對 它也是有精油的 那但是它在就是精油界裡面 它叫做熱帶羅勒 是純形科植物的意願 它廣泛栽培於熱帶跟亞熱帶 像是在亞洲啊 地中海啊 美洲啊的料理裡面都經常見到 那我們最常見到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鹽酥雞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有獨特的香氣 可以增添食慾之外 就是你加了進去 就是因為它這個香氣 就會讓你食慾大開 然後讓你狂吃鹹酥雞 沒有它就少了一點靈魂 沒錯 主要因為它有什麼 米類成分 就會讓你覺得 這個東西吃了以後會覺得 好開心這樣子 很迷幻這樣子 那熱帶羅勒呢 它是一種就是一年生 或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那它可以最高可以長 30到60公分這麼高 那它的葉片呢 是呈現那種鮮綠色的 那邊緣就是有點鋸齒狀的這樣子 它花朵很小一個 像我家的花朵就有種 就是小小的一個花 像一點點 它有可能是白色的 或是紫色的這樣子 熱帶羅勒呢 它是屬於米類 但它主要化學層面分有兩個 第一個是甲基米蘿葉分 第二個是塵香醇 那甲基米蘿葉分佔大大多數 就是它是羅勒精油中的主要成分 具有抗精卵抗菌 跟抗發炎的作用 那裡面還有塵香醇 那塵香醇呢 具有鎮定抗焦率跟抗菌的效果 其實羅勒啊 有分超多種羅勒的 像是我們剛才講的熱帶羅勒 然後還有神聖羅勒 印度羅勒 田羅勒 就是有超多種羅勒 因為羅勒其實它也算是一個 生長力很強的一種植物 所以你把它擺到哪邊的土壤 它就生起來了 可是它可能會依據它 不同的土壤 然後不同的地區 產生出不同的化學分子 所以它又會分成不同種類的羅勒 我覺得有差 因為像我自己在家裡種這個羅勒 就是九層塔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家就是小小一個花 所以它種出來的香氣 我覺得就沒有那麼好 就是你聞到它 你可以聞得到它是 就是羅勒的味道沒有錯 但是就是跟我們在吃東西 或者是說 我從地中海聞到的這種料理裡面 聞到羅勒就有點不太一樣這樣子 所以還是有一點落差性 那我們剛剛講到 它可以加在腺素肌裡面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給大家一個就是 消化配方 就是緩解脹氣的配方這樣子 很適合用在腹部來去做按摩 幫助消化 所以啊 讓你吃多也是它 幫你緩解脹氣的也是它 也是它 都是它的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配方 樂帶羅勒一滴 甜灰香一滴 胡椒薄荷兩滴 紅橘兩滴 然後你可以加入植物油 比如說像甜杏仁油10ml這樣子 把這些精油跟植物油混合之後呢 就是順時針的方向 輕輕的在你的肚皮做一個按摩 請你不要吃飽以後就做按摩 你一定要間隔大概30分鐘到一個小時之後 而且啊 你看喔 吃完鹹酥雞 裡面有那個九層塔嘛 你就越吃越多 然後吃飽的時候就很沉 然後你就可以拿來 拿這個按摩油 繼續來按摩一下 幫助你緩解脹氣跟促進消化 然後按摩完之後 你又可以繼續吃了 就是一直循環這樣子 這樣子會變胖 還是要小心一點 最後呢我們要來介紹的就叫做香菜 這個東西大家應該 大家一定會想說 這種東西還要有精油喔 對 我們平常吃的香菜呢 在我們的精油裡面的正式名稱叫做圓衰 對 就是台語 NC 那據說呢 它是由阿拉伯流傳到中國的 所以它又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湖衰 不是很衰 是湖衰喔 那在台灣呢 我們統一就叫香菜啦 對 那在歐洲呢 跟中東地區 基本上是被廣泛使用的 不要懷疑在我們的蚵仔麵線 或者是我們的肉圓裡面 也廣泛的被使用 台灣人非常喜歡吃香菜 前一陣子颱風過境的時候呢 那個香菜一公斤 好像已經漲到快要破千了這樣子 那個麵線裡面沒有香菜啦 肉圓裡面沒有香菜 對於不喜歡香菜的人來說 真是太棒了 那香菜它的味道是來自於 它的葉片跟種子裡面的 揮發性化合物 那這些化合物會 那個氣味會讓你聯想到 就是比如說一些肥皂的氣味 那其實它的氣味 應該說我們接受這個氣味 是因為我們裡面有一個叫做 OR6A2的一個 嗅覺受體基因變異有關 所以如果說你這個嗅覺的基因 有變異的話呢 你就會對於這個味道比較敏感 你就會比較討厭香菜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 排歌的嗅覺受體 基因有變異 像我們聞起來我們覺得這個味道 是比較強烈的 然後你會覺得它味道很好聞 你在食物裡面你就會覺得很好吃 他們覺得很像 他剛剛其實講得很文雅 他說肥皂香氣 其實我要說的是有點像是那種 肥料的味道 就是那個屎臭屎臭的味道這樣子 所以呢 下一次如果看到不喜歡吃香菜的朋友 你也許可以問他說 欸你聞起來到底是像什麼味道 不是你要跟他講說 欸你基因變異喔 這樣子好像不是很安全 等一下被尻一拳這樣子 好那香菜精油呢 基本上有兩種 一個就是葉片來去萃取的 一個就是種子來去做萃取的 那葉片萃取的呢 它的氣味就是濃縮千百倍的香菜 就是如果說你是一個非常討厭香菜味的人 你聞到那一隻你可能立刻就會 逃離現場這樣子 很多很多的那種肥皂啊 是屎臭屎臭的味道 所以呢 跟葉片萃取的比起來 我們更推薦就是圓水籽的精油 因為它的味道就比較沒有那麼濃烈 那在調香當中呢 基本上我也是比較常推薦的 就是圓水籽精油 因為它的香氣呢 是比較淡雅的 就是它的氣味裡面會有一點 微微的辛辣味 那那個辛辣味呢 尾掉還會有一點柑橘柑橘的味道 就是淡淡的這樣 然後有一股溫暖跟胡椒的木質調搭配在一起 所以它的味道是其實是蠻 如果說我今天在調配一個香氣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香氣是很平淡無奇的時候 你就可以加一點點圓水籽 來去增加它的那個氣味 就是它變成是一個蠻獨特的基調的 所以用起來之後你會發現 好像有一點東方的神秘的感覺 或者是說異國情調那個氣味這樣子 那除了剛才講到的香氣之外呢 其實研究也表明了 就是圓水籽它精油裡面的成分 跟它裡面的類黃銅的物質呢 能像是蒂西磅 蒂西磅就是一種抗焦濾的藥物 那它們都可以就是作用於 GABA的複合受體 那這些成分呢 還可以增加我們的記憶力 可以抗膽減脂酶的作用 然後呢 所以因為它有這些作用 所以呢 對於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的疾病 跟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治療 都很有幫助 所以呢 我們剛剛講這麼多專業的名詞 對不對 我們就要來配一個 就是抗焦慮跟放鬆的配方 讓大家就是可以不要那麼 因為有時候焦慮緊繃過久了 可能就會造成就是 比如說神經性退化啦 失意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來 用這個配方 讓我們緩解 對 緩解 促進平靜的心情這樣子 那這個配方呢 是圓水籽3滴 真正薰衣草2滴 羅馬陽柑橘2滴 甜橙3滴 那基底油的部分呢 你可以用甜心人油 葡萄籽油 和喝拔油都可以這樣 那你的容量呢 就是10毫 那這個配方 你可以塗抹在就是頭肩頸 就是你嗅吸得到的地方 比如說 有些人會有一些 就是睡前 會有一些焦慮的問題嘛 你就可以塗在這個 手臂那一側啦 胸口的位置 就是星胞心的位置 對 然後喉嚨的位置這樣子 然後最後再做嗅吸 或者是如果你不喜歡 塗油在身上的人呢 你就用擴香的 或者是滴在衛生紙啊 枕頭啊 擴香木上面 來用嗅吸去幫助你 就是舒緩你的平靜 讓你比較好睡好 如果呢你家裡有長輩呢 其實他們可能不喜歡 你幫他按摩啊 或是他不太喜歡別人碰這樣 不要摸我 對 那其實你就可以幫他按摩手掌就好 因為手掌是他們比較不會排斥的地方 那手掌的部分 因為他上面有很多穴位 那再加上精油的作用 其實也是對於他們平復心情啊 然後增加記憶力也會有稍許的幫助 欸 對了你知道一件事嗎 其實濕巾裡面也有挺到圓髓耶 喔 我知道那句話的意思好像是 慧藍原衰 郁郁相知 比方屬女 平均計詞 這一句話呢是出自於詩經 你剛剛說的部分 那這首詩其實是在寫說 女子她思念遠芳心愛的人 然後呢 她的情感這樣子 那詩中呢 她用於慧藍跟原衰呢 來比喻就是她的這一份情感這樣子 表達了深厚的情意呢 跟她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東西 來去傳達她的心意的一個概念性 哇 我們的結尾要結在 這麼有文學素養的地方 好 不像我們 好 那我把它轉一個 就是比較像我們的風格好了 就如果啊 有人用香菜來比喻我 我可能會跟他拚命耶 我覺得 我這麼吃 就有人說我像原衰的話 我聽起來像開心的樣子吧 就會說 欸你長得很像原衰耶 你吃起來很像原衰 謝囉 人家明明就很有股市的意味 這一集就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週六晚上七點再見囉 掰掰